这架飞机摇摇晃晃地降落 你绝对想不到 驾驶飞机的竟然是 一个11岁的小女孩 而驾驶员却在旁边昏死过去 这都是因为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 都因为食物中毒陷入昏迷 小女孩侥幸没有中招 关键时刻 她接替驾驶员 驾驶飞机安全降落 之后女孩就踩着滑板潇洒离开 女孩名叫洛卡 她的父亲去太空出差了 所以她这一次要搬去和外婆同住 外婆并没有来接机 于是她自己打了一样低势 路上她正和司机聊得正开心的时候 突然从路边窜出一只松鼠 司机紧急转弯撞到了一旁的车 洛卡冒着被车撞到的风险 去把松鼠抱起来 之后把松鼠递给司机 接着直接坐上司机的车 来了个完美的侧方位停车 这精彩的操作 直接惊带了司机 后来洛卡沿着导航 成功找到了外婆家 这是祖孙俩第一次见面 洛卡热情地拥抱了外婆 但外婆却并不欢迎她 直白地表示自己不会照顾她 更不会送她去上学 而难产去世的 从那之后 外婆就格外不待见洛卡 面对外婆的冷卧 洛卡一点也不在意 晚上和爸爸视频的时候 为了不让爸爸担心自己 于是并没有告诉她自己的情况 第二天清早 松鼠不小心跑到了外婆房间 熟睡的外婆被她吓醒 在追赶松鼠的时候 外婆不小心跌倒了 听到声响的洛卡想要帮忙 却被外婆直接拒绝 洛卡只能自己先去学校 到了学校刚好赶上开学典礼 校长拿着点名册询问她是谁 谁知她直接反课为主 挪过话筒 开始询问校长的名字 这简直是当代社交汉匪 回到班级后 班主任提议让同学自我介绍 就在洛卡准备介绍时 松鼠醒了过来 洛卡为了点松鼠换药 于是直接抱着松鼠就走了 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同学 回到家后 洛卡才知道外婆的摔伤很严重 之后很长时间 都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 这就意味着洛卡 得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 之后同学过来给她送作业 她就窜托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还解释说 家庭作业 如果我们不在家 那就没法做家庭作业嘛 这理由同学完全没办法反驳 于是洛卡就带着同学来到河对岸 准备用废弃的瓶子 造一艘船 他们来到附近的找材料 遇到了一群流浪汉 其他人对这些流浪汉避之不及 而洛卡却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甚至愿意和他们握手拥抱 洛卡向流浪汉借到材料 和同学一起做了木法 一起玩耍了整整一天 洛卡第二天就成功被叫家长